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的 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这个暑假呢 在还没有放暑假之前呢 我跟学生宣布开始要放暑假了 然后他们就跟我分享说 在这个暑假里面呢 他们要去做些什么事 那其中有同学呢 就说他要去看清明上合图 因为现在正在增宴馆 就是我们花博的增宴馆里面 在做清明上合图的展览 那另外一个同学就跟我说呢 他要去故宫看 皇宫望的富春三居图 那另外我们一个同学就跟我说呢 他要去看碧卡索 看墓下 那我从我学生在 彼此在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就感觉到 我也觉得很开心 这些年来因为学习这个插花 然后他们会对艺术啊 也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品味跟薰席 然后过去这些很少去看画的这些 这些孩子呢 他们现在都会想到说去看看画 那当然我觉得这次很特别的就是说 在故宫的这个富春三居图 他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一个回响 因为呢 包括我八十几岁的婆婆 都去看了这个富春三居图 所以可见得我们国人开始在注意到 我们传统艺术文化非常美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知道呢 在故宫有一幅非常有名的话 叫做静听松风图 这是马林的话 那我们要会有一点 有时候会想想看 松 那怎么听声音呢 那我们怎么样在静中听到松风 因为风呢无影又无形 那怎么样去听呢 我想这个就是训练我们一个人的一种能力 那当然这个以禅家来讲就是一个禅定的一个功力 好 那我们今天一边来擦 一边来思考这个问题 一边来擦花 那我今天呢 是借由 寒三子的一个诗 他说气露千斑草迎风一样松 来做这个花艺的创作 好 那首先呢 我先用一支这样的松 来把它放在 擦在这个花瓶上面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支松呢 好 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下 好 那各位爱华菩萨一定会发觉说 我特别的喜欢松 因为呢 松它真的是很美 而且它有一种很坚定的感觉 而且松呢 它金脸的长绿 所以我常常感觉就是说 我四周的环境里面有很多颗的松 那我常常觉得说 他们给我一种很稳定的感觉 那有时候很多天都忘了浇水了 可是还是觉得他们还是利油油的 所以我们首先先看到这一支松 我们把它擦起来 那整个作品的高度就呈现出来了 好 那我接下来来擦 先来擦这个水盘 因为我怕这边擦起来了以后 它会遮住我 所以我先来擦这个水盘 那整个水盘做好之后 我们再回来擦这个松的部分 那在这首诗里面 寒山子也很特别 就是说 它先谈到了气露千斑草 它先从草谈起再谈到松 那 为什么它会讲气露千斑草呢 那我们 也可以来思考思索一下下 那因为我们知道呢 有时候我们在 在某些节气的时候 尤其是在白露啦 或者霜降啦 或者是春天啊 其实不一定要 夏天也是一样会有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清晨起床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呢 草地上呢就是 就是很多的露水露珠 好 那我现在呢 先放了两块这样的一个 木头上去 在这个盘上面 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放了两块这样的一个海芙蓉 那它感觉上特别的重 那这个是一种干柴 好 那我要在这个海芙蓉上面呢 让它表现有点像草原的感觉 好 那我们试试看 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它 好 那譬如说呢 我现在手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青苔 好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可以 应用这个干丝材并用 比如说我现在呢 把它放一些这个青苔 好 然后把它布置在这一个海芙蓉上面 好 慢慢的把它弄起来 那在这个不知不觉中呢 我们在这个放这个青苔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发觉 诶 似乎那个生意盎然了 好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呢 我们怎么样运用一些 技巧 然后尤其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青苔本身 它很轻盈 而且没有力量 好 那所以呢 如果说你把它放着 它只能平平的贴在这个水面上而已 那我现在呢 我运用这个青苔把它布满了 整个把它铺满了以后 好 我们就会感受出 它呈现一种不同的感觉 那一种不同的质感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下 我加上了这个青苔以后的这个感觉 好 那我因为这个盘呢 它有一点点的不平衡 我稍微把它移一下下 譬如说我现在 稍微把它移一下下 好 因为它这边比较重 因为我又放了一个剑山 好 把它移过来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海芙蓉这个枯干的木头呢 它加上这些利油油的这些青苔以后呢 它就变成另外一种感觉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用这个 一个 也很特别的花财 那各位阿卜萨可以看到 那各位阿卜萨可以看到 我手中的这个 我们称它为柠檬 柠檬 柠檬薄 一种 跟生命的一种质感 好 我在这下段 因为我放上去的柠檬薄荷之后 我就发觉 我的这个下段的部分呢 这个地方就可以少用一点点青苔 好 我再放一撮的 这个柠檬薄荷 它非常的香 因为有时候 我自己在一边摸它呢 就觉得好香 因为你很能想象 很多的植物其实都很香 像我在 有时候晚上的时间呢 尤其是夏天晚上的时间 在花园里面散步 就觉得奇怪 怎么会有一阵阵的 好香的香味 后来我就走进去闻 就发觉是在圆柏 就是门口的那个 圆柏呢 它经过整天阳光的曝晒 然后到了晚上呢 它整个就散发出 很香的一个香味 有一天 我刚好在闻那个香味 我的灵机走过去了 我就跟他说 你要不要来闻闻看 我说这个柏好香喔 结果灵机 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想说柏怎么会香 可是那个柏真的很特别 因为它 可能是经过整个 整天的那个 夏天的那个 阳光的照射 好像把它烤 烤出的那个香味出来 所以整个柏是非常香的 好好 那我现在用了 两个这样的柠檬文心 把它做起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只要插一点点的小花 好 那我在这边呢 我再放一个剑衫 好 然后呢 我只要用 一点点像这样的 玫瑰 小玫瑰 那这种小玫瑰呢 它也是很受到很多的 擦茶花的老师喜欢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要擦一个小作品 那我们去买花式的玫瑰 因为常常都是好大一朵 可是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买一个小盆栽 然后把它剪下来一点点 这样子的运用 好 那我们刚刚用的这个气露千斑草 就是我们表现那个大自然中呢 欸 我们有时候会一早上起床 就会看到整个草地上 就一颗一颗一颗的那个水珠 在这个草地上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一只草一点露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大自然对这个 宇宙万物啊 任何的植物的爱 跟它的供养是一样的 好 所以 虽然是一棵小小的一棵草 可是它也能够得到一滴水 一点露的一个滋润 好 所以我们应用这样的一个感觉 来擦这个气露千斑草 好 那我在擦好这个气露千斑草之后呢 我把它喷喷水 所以下回用 如果您有机会 在很早的清晨 走入大自然中 或者是下过雨之后 走入大自然中 那你也用心的去感受 这个水珠 跟自然之间的一种互动 好 那我把它喷一下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感受出 这个气露千斑草的这个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擦松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这个松的这个部分呢 我就加一点点 像这样的一个松枝 啊 其实这一支松枝 我们在之前已经用过了 好 那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可以重复的运用 好 好 然后呢 我再加一个这样的松枝 我希望呢 在这个作品呢 其实我不一定要用很多的花 我只要在这个 高的这个部分呢 我用这样的一个松 那我们知道呢 有时候我们在擦花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花瓶 它可以象征像 比较高的树 然后呢 盘呢 就象征比较低矮的池塘 或者湖泊的感觉 好 好 那我在前段呢 再加一点点的松枝 我想 在这个上段的这个部分呢 我就不要用其他的花材了 好 那我们说呢 迎风一样松 也就是说呢 其实风在吹的时候 它不管你这一颗松呢 它是大颗的松 或小颗的松 或者任何一样的一种松 它都 风 它在吹息的时候 它是没有分别的 好 所以我们藉由 今天这样的一件作品 其实是 诗人非常平等的 然后非常慈悲的一种心 来赞赏这个宇宙万物 它说的 迎风一样松 气露千斑草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件作品呢 我们表现有一点点 比较一点点民间的气息 因为呢 我们常常擦的很文人 残镜的感觉 那我们知道呢 有时候一种民间的一种花语 它也非常感动人的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在我的前面 我放了一个一盆 一个这样的一个竹篮子 有时候呢 我自己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竹篮 比如说我 买回来的柠檬啊 或者某些水果 可以放在外面的话 不用收到冰箱 我就喜欢把它放在外头心上 那现在呢 因为刚好到了秋分的时节 所以呢 很多的瓜果 在这个时候都成熟了 就秋天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呢 来表现一种秋收的 丰硕的感觉 像首先我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香蕉 这个香蕉是前两天 我的一个学生来看我 他跟我送过来的 他说老师 这个香蕉是栽长的 没有 就是说是在树上黄的 所以他说一定很好吃 那我想像这样的一串的这个香蕉 好 那我们 知道香蕉它 比较不适合放在冰箱里面冰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拿起来做白饰 那比如说呢 那我再放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瓜 因为我们知道到秋天以后 很多的瓜果都成熟了 好 然后呢 如果说 我还有一个一颗这样的苦瓜 所以有时候 其实很多的水果呢 它摆起来都非常的美 然后今天呢 我们的摄影师也带了一个这样的好可爱的一个笋子来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笋子呢 也非常的好吃 好 好 那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盘子呢 在这个整个感觉上呢 就很美 非常美的一个意境跟感觉 因为在这个里面有黄色 有绿色 有红色 就很美 而且表现一种秋收的 丰收的感觉 好 那我在这个旁边呢 我加了一块这样的一个砖块 这样子大的这个空心砖 好 那我今天想要 在这个秋天这个丰收的这个碎石的时候呢 好 那我来插座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各位阿花不赛可以看到我手中有一只这样的一个 红色的这个芋头 好 那其实这个红色的芋头呢 是我在 春天的时候买那个小芋头来种的 可是因为 我把它直接种在土地上 它太肥沃了 本来是希望它长小小颗 很可爱的样子 就没有想到它拓了 一大片 然后变成这么大颗 好 那我把它稍微剪短一下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刚刚我们把它采下来 虽然它没有长芋头呢 可是呢 它的那个叶子非常的美 好 那我把它稍微再剪短一些些 那这种红镜绿叶的芋头呢 很漂亮也很特别 我常常都跟很多的朋友分享 就是说有时候呢 我们去菜市场买东西呢 不一定要想把每一样东西买回来 都是把它买回来吃 像这个红镜的这个芋头呢 我每次买的这个芋头之后 我都把它拿起来种 然后呢 它就会变成一片的这个 绿油油的这个芋头的叶子 然后适当的时候呢 它会根据 有时候它大颗 有时候它小颗 然后你就随着那个季节的变化 那也可以拿来擦花 比如说呢 我现在把这两只的芋头叶 放在一起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 这个谷是红色的 那叶子是绿色的 好然后呢 我们可以欣赏一下它的感觉 它就会很美的一种色彩跟 而且也很有很风雅很有味道 那其实芋头叶子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我这边 这个叶子它都被吃成这个样子 那有时候用这种叶子来擦花呢 也很有味道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像这一只叶子呢 它是 它是有一点点这样子 有一点点 因为秋天 开始要进入秋天了 那叶子有一点点变色 那像这样单片的叶子 有时候我们在运用它的时候 也是很有特色的 但是今天我们有这两片 我们就先用了这两片来擦作 好那 这个芋头的下段呢 我想要用这个 一个比较特别的花来擦作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这边手上刚好有这样的一个 脸胶灰 那这也是我们台湾民间非常喜欢的 比如说 以前要出嫁的新娘子呢 她的头上就必须要戴着脸胶灰 因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象征 对生命的一种传承的含义在里面 好 然后呢 我把它当作我们今天的这个 下段的这个竹花 好 再把它剪短一点点 而且它有一种 很民间的一种生命力 好这朵连胶会有一点点 含苞快要开的感觉 好那我再剪一点点 连胶的这个果实 我自己曾经 像现在这个连胶呢 它的这个果实还是绿色的 我自己曾经看到过这个连胶的果实呢 它变黑以后 然后甚至变成网子 然后那个果实快要蹦出来的感觉 其实那时候看这样子的花材呢 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会发觉植物呢 它要突破种种的困难 然后才能对生命做一个传承 好然后我再用这样的一个连胶 我把它整理稍微花材整理一下下 好那我们民间对于这种很容易截止的花材 是非常的喜欢的 而且觉得它是很吉祥的花材 好那我们把它剪一下下 我们以它来做主花 这片叶子很美 所以我有点舍不得剪掉 直接把它拿来做鸡盘 然后呢我们再把果实多加一点点 那尤其是像七夕前后 或者是在秋分的这个时节 刮果成熟的这个时候呢 然后这个连胶呢它也结果了 那我们用这个 我们在这个时候 把它拿来插座 那也有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象征跟含义 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用一个这样的一个 很具有民间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花材 来插座 插座我们今天的这个花 好那我们把它稍微的移一下下 让它有一个正面的感觉 好所以在我们中华花艺里面呢 我们有所谓的文人插花 按照生活层次的应用 有所谓的文人插花 民间插花 宗教插花跟宫廷插花 那我们今天这个作品呢 我们就以非常民间的 秋天的一个秋收成熟的感觉 好那我们讲春生夏长秋收冬长 所以在秋收呢是最丰富的时候 那我们感恩也礼战这个天地之间 那愿迟香滑 遍满十方 供养三宝 呼化隆天 普逊众生 供入佛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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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uel任佛 阿弥陀佛 哇哦,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扶持救护养护流浪狗 华博账号5001-6766 5001-6766 护明 台湾救狗协会 地藏菩萨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乘以以备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继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管护法师主法 日期8月28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足为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惠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黄宝灿暨余谐艳口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僧众主法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足为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惠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 我最近把很多书啊 要改成细干的棉 为什么因为现在要推广到非佛教徒 因为我经常到书店去看 很多人很喜欢去看书 有很多佛教的书 但是虽然我们都是免费结缘 那边就不能放 所以最近就成立了一个慈悲心出版社 然后呢就把这些 这些佛教的语文改成很现代化的样子 然后当然这里面表明是非盈利的书 本书的收入全部都拿来放生运送经典 因为三宝不得买卖 三宝买卖堕落地狱了 虽然但是只有方便为了推广 所以叫慈悲心出版社 就是不是以盈利为主啊 但是要让世间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教 所以 还有一本书写着 如何做世界的首富 大家就看一看 什么叫首富 都发菩提心啊 叫菩提心财富啊 不然没人在说呢 所以 因为你没有用这个题目他不买啊 后面还不能写个海涛法师 像那一看 看一看 所以还要换一个形象 但是目的呢 就像我们把它翻成英文一样 翻成英文 翻成日文 翻成各种的 大概不谈到佛教宗派的 只有一种日常生活应用的 简单的方法 甚至在国外的一些华文报纸里面 我现在开始在登 我必须要超度 超度真正的方法 但是这里面不是我的讲法叫释迦牟尼佛讲的但是变成一种现代化的语言 而不以一个佛教宗教信仰的立场来对方接受 因为很多都是非佛教徒 非佛教徒只是利用他们的语言习惯英文拉丁文 然后呢让他们能够去了解 所以我做了这个计划 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意愿 能力 因缘 大家一起来帮帮帮帮帮 不为谁吧 就是为了对方 为了这个世界的种种的进化 甚至释迦牟尼佛写了做国王的方法 你看我们现在对政治很有兴趣 那一个做一个领导者的人应该怎么样的做 佛教在今天想太多太多了 那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白化现代化 让这些从政的人 想要做领导人的人 甚至公司有董事长 各种会长 作为一个领导人 他的特质心态 以及他要累积什么样的福报 他成为一个领导人 我想每个人都关心自己 关心自己 你希望长得漂亮吗 几本珠吗 净小语 对不对 你要发财吗 如何健康 用什么样的语文 那表达我们的一个利他的目的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私心 但是我们给他不是一个个人的思想 现在世间人看到的是一个个人的思想 我们给他的是什么 佛的思想 从佛经里面的思想 是一个究竟圆满的思想 来提供给对方 自立利他自己也得到好处 但是要这样才能够帮助这个社会 事实上帮助别人 我们心里才会安定 你不去爱你内心怎么安定 杨幻灵之道 那搁 Deck 权 backpack 太多了 人生意 哪 TS 你 满 多 于